大家好,我是八哥 说起快餐店的CP 人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麦当劳和肯德基 毕竟他们总是开在一起 又很喜欢互相抄袭 但其实上校和叔叔的对决只是东亚视角 在快餐的老家美利坚 汉堡王才是麦当劳的一生之敌 这两家公司的产品线高度相似 都是世界十大快餐中 为二的汉堡餐厅 而且汉堡王一直都以麦当劳挑战者的形象自居 他们最早就靠模仿麦当劳起家 后来又挖角过麦当劳的高管 学习麦当劳的制度 还一度发动过史称汉堡战争的营销比赛 用极具攻击意味的电视广告向麦当劳开战 虽说汉堡王始终都没真正撼动麦当劳的地位 但见走偏方的战术 却帮他做上了汉堡界的第二把交椅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家餐厅有趣的历史 以及他和麦当劳相爱相杀的故事 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 本期节目的赞助商Surfshare VPN 如今这个大信息时代 几乎每个人都会上网买东西 查资料付账单和看视频 正因如此像Surfshare这样优质实惠的VPN服务 是很多人生活工作居家旅行的必备之旋 Surfshare可以帮你在网络上保持匿名 不被黑客或广告商跟踪和监控 它也能隐藏你的IP地址 加密网络流量 防止黑客窃取你的个人信息 同时Surfshare还能屏蔽广告提供纯净的上网环境 除此之外 不管你想玩日本的网游要看欧洲的球赛 还是要上美国的流媒体平台追剧 Surfshare VPN都能帮助你改变IP地址 绕过平台上的各种索区限制 但我个人最喜欢Surfshare的一点 还是他们一个账号将要连接无线台设备 这个特殊功能使得他家的性价比 远超同级别的VPN产品 不仅日常使用更方便 还能和亲友共享进一步压低使用成本 Surfshare对新用户提供了30天免费退款保证 如果用过觉得不好 可以联系他们的全天候客服专线 现在点击视频下方的网址 使用我的专属折扣码YBG 就能获得17折超级优惠 外加3个月的免费使用器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早在100多年前 美国肯萨斯州就有一家白色城堡 被公认是世界上最早的连锁快赞店 他家的迷你汉堡非常有特色 至今都很受欢迎 但由于白色汉堡的风格稳健 扩张缓慢 就让后来者有了可乘之机 麦当劳开业以后 凭借其激进的菜单和极快的初三速度 在加州引起轰动 把快餐带进了硝烟滚滚 群雄逐鹿的时代 他用资本运作的方式 按揭大量的铺面 做个加盟商 还用重金做儿童营销 最终麦当劳就成为美国的名片 餐饮店的霸主 也为像我这样的人 带来了体重上的问题 而汉堡王呢 他从一开始就是麦当劳的模仿者 在50年代初 美国有一对姓克雷默和伯恩斯的亲戚 他们俩在加州旅游的时候 就吃到了麦当劳的原祖本店 并大受震撼 回到佛罗里达以后 他们火速开了一家汉堡店 不过汉堡王的制作工艺 其实和麦当劳的差距比较大 麦当劳是用铁板煎肉 而汉堡王呢 则是用一款名叫快烧炉的专利机器 在机体上装有一个传送袋 在炉子的内部呢 用明火把肉饼烧熟 出品会带有烧烤的肉香 因此汉堡王最早期 其实叫Insta Burger King 快烧汉堡王 当时快餐的生意非常好做 很快呢 快烧汉堡王就开了十几家加盟店 但人们逐渐意识到 快烧炉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汉堡在烧烤中流出的油脂呢 会大量积攒在炉子的加热部件上 引发故障 不但妨碍做生意 而且修理费也相当的高昂 最终快烧汉堡王就在50年代末 遇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 而在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一对康奈尔大学的高材生 他们叫麦克拉默和艾德格顿 这个二人组原本是汉堡王的加盟商 他们就利用这次机会 从创始人的手里买下了整家公司 并把店名改成更加简单的汉堡王 艾德格顿这个人 有非常强的研究能力 他很快就帮汉堡王 开发出了第二代烧烤炉 解决了高故障率的问题 而麦克拉默的故事呢 则非常的励志 他从小是被奶奶一手带大 他的奶奶非常的无私 变卖了自己的农场 等奶奶去世以后 麦克拉默就顺利考上了康奈尔大学 在新生报道时呢 他身上只有15块钱 他就在学校里面做清洁工会园丁 最后才顺利读到毕业 发达以后 他创立了一个大型奖学金 为上万名学生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 康奈尔二人组当时四处调研 最终他们得出一个非常有利的结论 就是汉堡做的越大 你的生意就会越好 于是呢 汉堡王就在1957年 推出了他们的知名产品 Wopper黄宝 主要就突出一个大字 实际上呢 这款产品还被巨无霸 要早了整整十年 在二人组的管理之下 汉堡王发展成了 美国东岸的地区墙后 开了250大分店 他们原本还想跟麦当劳 掰一掰手腕 但在1965年 麦当劳通过上市 筹得了海量的资金 发展的速度 瞬间甩开了汉堡王好几个身位 二人组健壮 就决定套现脱身 而担任接盘侠的呢 就是美国古类食品巨头 Pillsbury集团 这个大集团呢 当时也是对汉堡王寄予厚望 他们改建了公司的制度 开发出各种新品 还设计了卡通形象 而且呢 还给汉堡王写出 朗朗上口的广告歌曲 很无奈的是 他们的对手实在太强大了 在六七十年代期间 麦当劳推出了无数传说集的产品 包括1962年的鱼柳包 1967年的巨无霸 1976年的麦满分 甚至还有开心乐园餐 和我们最熟悉的蓝蓝路教主 在麦当劳摧枯拉朽的攻势之下 汉堡王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只能采取手势不断学习麦当劳的玩法 他们模仿麦当劳的广告角色 推出了一个奇妙汉堡王的系列人物 你有麦当劳叔叔 我就有会变魔术的汉堡王 你有奶昔大哥 我这里有奶昔爵士 你有汉堡神头 我有会说话的汉堡肖像 另外还有一个薯条机器人 长相了酷似星球大战里的R2D2 当时麦当劳还首次推出了 著名的绕口令营销 双层牛肉巨无霸 酱汁洋葱icio encore青瓜 芝士生菜加芝麻 人人吃到笑哈哈 在店里完整备送 就能获赠一枚汉堡 巨无霸顿时就声名大噪 各位看官 估计以前也玩过这个游戏 而汉堡王当时的应对也十分的巧妙 他们针对巨无霸 想出了两条广告语 一条是两只手才拿得住皇宝 以攻击巨无霸徒有其名 实际上这个size没有黄宝大 而另外一条呢 则是have it your way 我选我味 以抨击麦当劳不能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这首歌朗朗上口 快制人口 50年后汉堡王都还在使用 汉堡王呢 也在70年代超越了一众对手 成为麦当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汉堡界的老二 到了70年代末呢 Pillsbury集团就用重金挖角了麦当劳的CEO史密斯 他们推出了早餐新品 还重新设计了加盟系统 销售额也一度快速飙升 但非常不幸的是 这个CEO的忠诚度堪比三国时代的吕布 还没做够两年 他就抛下了改革到一半的汉堡王 跳槽去了其他公司 于是呢 Pillsbury就只好从公司的内部 再选了一个叫布林克的自己人 担任CEO 这个布林克不久之后就搞出了一个大新闻 他当时让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在电视上讲出非常凶残的广告语 此前呢 从未有过快餐店 在电视上指名道姓的批评对手 所以这条广告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又说呢 汉堡王就再次请小女孩拍了一条圣诞节的广告 而这种高级的心理战术呢 又引得媒体争相报道 麦当劳被小女孩raping以后反应十分的激烈 他们把汉堡王广告公司 还有五岁的小演员一起告上了法庭 十分搞笑的是CEO布林克此时直接选择辞职 留下Pillsbury独自面对愤怒的麦当劳 虽然双方就广告达成了和解 但他也直接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营销大战 汉堡王麦当劳还有Wendy's都大幅提高的广告预算 用十分不讲武德的方式互相抹黑 事件呢就被媒体称为汉堡大战 汉堡王和麦当劳开始抄袭彼此的菜单 到1984年麦当劳吃巨资 推出了名叫麦香豪华宝的新品 汉堡加持大号的肉片 生菜 番茄和洋葱 特征呢是会被分开两半装在盒子里 但合起来以后 根本就是汉堡王的黄宝 汉堡王先是对此冷嘲热讽 但几年之后 他们自己也推出了名叫Big King的产品 不能说和巨无霸有些相似 那根本就是完全一样 从结果上看 汉堡大战的受益者 就只有广告公司和电视台 麦当劳的豪华宝销量出街 给麦当劳造成了过亿的损失 而汉堡王的财务状况 更是直接被巨额的广告费拖入了泥潭 到1989年 倒霉的Pillsbury惨遭恶意收购 在之后的十几年里 汉堡王就被国际资本轮番转卖 新CEO也换个不停 公司失去了方向 增长停滞不前 世界第二的位置 也一度被Wendy抢走 最终汉堡王扭转颓势的办法 居然是鬼畜 他们制作了一系列脑洞其大 让人看过这难以忘怀的广告 这些广告在方兴为爱的视频平台上广为传播 使得汉堡王在年轻人中的人气大大提升 同时他们又再度向麦当劳伸出了魔杀 当时最搞笑的是一个名叫小手的系列广告 讲一个手特别小的人从小就只能吃巨无霸 但他的梦想其实是尝一次汉堡王 通过一连串成功的媒体攻势 汉堡王终于成整旗鼓 最终回到了世界第二汉堡店的位置 他们和加拿大的民工咖啡店Tim Hortons合并之后 公司的管理也终于趋于稳定 近十年来汉堡王和麦当劳之间的关系已经缓和了不少 虽然两家店依然时不时会出手护黑 但双方你来我往已经形成了老夫老妻一般的默契 汉堡王有一次还在报纸上刊登公开信 向麦当劳伸出橄榄枝 他们邀请麦当劳在国际和平日上 和汉堡王一起推出一款融合了黄宝和巨无霸元素的黄无霸 以此来推广和平精神 但最终活动遭到麦当劳一方的玩具 那么以上就是汉堡王的历史 这家公司虽然叫做王 却从未真正撼动过麦当劳的王者地位 这让他搞笑的商战故事带有一丝丝悲壮的气氛 但转念一想 又有几家公司能像麦当劳那样 始终高歌猛进所向披靡呢 或许对大多数人而言 与其想成为麦当劳 倒不如像汉堡王一样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 这样才是最精彩的活法吧 好的我是一把哥 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合园